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PS5接电视 然后用电视接2.0音箱的一个方案 首先PS5用HDMI连到电视上 电视要有一个光纤输出接口 我这是三星的电视 它外边有这么一个扩展器 这个就是一个光纤的输出接口 我之前介绍过外置的声卡或者叫解码器 它后边就有一个光纤输入接口 这根小光纤线也是这个声卡自带的 然后音箱有两根莲花接口莲花线 这两条都是到的漫步者的MR4音箱后面 这是输入到音箱 通过这个解码器可以调节音量 那个漫步者这个也可以调节音量 调中间就行了 用它来调 我觉得这个方案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为什么比较好呢 我觉得这样比较原汁原味 比较自然 因为电视的音箱 即便电视很贵 但是它的音箱效果还是要差一些的 这个电视大概是五六千六七千 但是收音效果不如这个三四百块钱的 漫步者MR4 是有着一耳朵的区别的 如果你换一对更好的2.0音箱 效果会更好 特别是低音效果 我开始考虑过弄个HDMI的分屏器 但是那分屏器总感觉有点别扭 毕竟把视频信号分了两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电视都有光纤输出接口 至少说这个有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们的电视 这也是一个老电视了 电视如果有光纤输出接口 可以买一个类似于这种的声卡 这种效果要比手柄3.5毫米接口甩出来要方便 要好听 这样比较自然 或者买呼音币 呼音币我也看了 怎么说也得4000多块钱起步 这个方案就很便宜 我之前做过一个PS5输出声音的有7个方案 还是6个方案 这个算是一个新的方案 算是补充了一个DLC 给各位参考